35岁林更新挤掉肖战,搭档养子刘亦菲赵丽颖凭什么成为企鹅新太子? 曾被成为九一少女的梦的林更新,现在与刘亦菲正在拍摄玫瑰的故事,林更新是男主角之一。 可以说这两年林更新的资源肉眼可见好了许多,几乎全是心灵和企鹅的剧。 自从楚桥传达到一个小巅峰,林更新其实走了一阵子下坡路,曾被港圈导演力捧过的他,拍了几部电影《没有水花》,之后渐渐日渐示威,而自从搭上了心力。 几乎就是黄太子的待遇了,先是与九龄花坛松韵派了请教我总监,之后又是与赵丽颖合作与凤行,现在又与刘亦菲合作,而且她还是官配。 林更新的事业心忽上忽下,当年她是85生中最被看好的,但总是放飞自我,而且经常发福,与凤行开机前拼命收了下来,她与赵丽颖还是挺有CP感的,两人再次合作,引发了不少关注,可以说林更新现在待遇真的不错。 在《八五生》当中,陈小是古偶和证据两手抓,慢慢向证据过度,朱一龙在电影圈占了脚跟,任嘉伦目前主要还是古偶为主。 林更新在35岁之时,用好的状态去接戏,生活开始自律,毕竟男演员的35岁还是一个黄金期,她必须要拼搏一下。 《玫瑰的故事》是一书的小说改编,讲述大女主刘亦菲的成长和感情道路,男主有童大为,霍建华等,林更新作为男主之一,而且在剧中与刘亦菲还是夫妻关系。 林更新饰演的方邪文,个性温柔,与女主角有细水长流的婚姻,致使双方差距太大,平凡但温暖的老方,无法跟上妻子的脚步,渐渐相行渐远,两人最后离婚了。 霍建华饰演女主角的白月光,双方是契合的灵魂伴侣,只可惜男主命不久,佟大为是女主角哥哥黄振华,才是过人的护妹狂魔。 彭冠英是女主的恋人庄国栋,外形英俊才华出众,不过由于目标和追求不同,两人相爱却不能相守。 林更新搭档的女主角,从与凤行的赵丽颖,玫瑰的故事刘亦菲,以及补拍的秦簪信仰子,全是一线的顶流花旦,可以说她的资源相当好,虽说对于男演员来说,大男主的正剧或电影是最好的资源,但对于心力和企鹅来说,这种资源毕竟寥寥无几,手头大项目主要还是古偶和现代剧, 而能和一线顶流花搭戏的S家项目,已经是顶配了。 林更新现在35岁,即使是男演员的黄金期,不过毕竟是快40岁了,还能被平台力捧,还是很有运气。 一般平台自己力捧的小花小生,一般都是20岁出头,这样的红利期会更长一些,除非演员自身就带着国民度和流量。 之前小生方面,企鹅力捧过肖战、张若云、吴雷等,都是比较能抗拒的,个人的流量高,加上有一定的国民度。 肖战、张若云与心力合作了许多次,双方还有分约,可以说是太子的待遇了,给两人开了不少大男主剧,比如庆余年、玉古瑶、脚养伴我等。 林更新的外形条件算是八五升中顶尖了,个子高身形好,而且一股一筋,几乎没有短板。 演技也不错,沉浮了多年后重新杀回来,现在事业兴起来了,不然过了40岁怎么办? 一个40岁的男演员,如果不能转到正剧,走近东、张家业的路线,或者走电影路线,比如朱一龙、王传军,那只能在现代剧或古偶里演男女主角的爸爸了。 男演员可以转型晚一点,但很少有人能像钟翰良那样,40多岁还能演古偶现偶的男主角。 八五升当中张若云外形上不适合演仙侠剧,那年的蓝童哈时期被嘲笑了许久,他的古装扮相不算丑,但也算不上很帅,他的优势是演技好,台词功力强,是未来的正剧终生人选。 气质上也很正派,庆余年之后他可能接的古装不多了,还是打算演正剧,估计想走近东的路线,陈晓多次打破自己的形象,又演年代戏又演农村戏,什么题材都敢演。 就是为了拓宽戏路,他的古偶美男很出圈,不过他还是打算进正剧圈,像张艺那样,他对艺术很有追求,不甘心只当一个古偶花瓶,也不大在乎人气。 肖战才30岁出头,未来几年还是可以演古偶,这是他的舒适区,不过从长远来看,肖战还是要考虑一些别的题材,比如谍战剧或历史证剧,他挺适合走胡歌的路线。 电影方面可以考虑,不过他的脸,不适合演太底层的小人物,说白了电影圈里,长得太好看并不是优势,可以接一些文艺片,任嘉伦这两年水逆,无忧度如果播不出来。 对他的打击挺大,等了好多年才合作上林玉芬导演,还为了戏等了一年,指望播出再火一把,任嘉伦的古装挺出圈,不过未来还是要转型。 林耿心一路上没有吃过太多苦,一出道就牵了唐人,成了胡歌的同公司艺人,接着步步精心配角就出圈了,从此资源一帆风顺,万达,港圈等各方都捧过他,几乎是坐着烂车飞升了,只不过后期发力不足,没落了几年,现在又得到心理和企鹅的支持。 而且路人看他有一点像黄宗泽,女朋友谈挺多,但不容易他方,换别的小生总谈恋爱,女朋友一大堆,不努力营也早被网友骂哭了,但大众对他还挺包容,这破天的运气很难平,他这福气比任何顶流都多,2024年与风星和青簪行加上玫瑰的故事,三个女顶流带着他飞,咖胃肯定又要生了。 不少网友好奇为什么企鹅这么捧灵更新,一方面是灵更新的形象适合古偶,而企鹅又是古偶大户,需要这样外形的男演员,而灵更新的国民度高,演技也不错,他还不想翻位,可以说灵更新对于顶流花们来说,当二番男主角算是顶配了,比他咖位再高的男主不来眼,比他更年轻的流量小生,各方面显然比不上他,不然企鹅也不会让灵更新去补拍青簪型的戏份。 另一方面是企鹅却是需要八五生来长期合作,这众多八五生当中,显然灵更新是比较合适的,加上他的经纪公司与行李游紧密合作,于是一切就顺利成章了。 有多少人是从宇文月入坑,然后再补看了步步精心,然后期待能把他捞上来。 林更新一个演技和颜值都让人惊艳的男明星,步步精心作为林更新出道的第一部戏,那个意义风发的少年,鹦鹉无比的大将军王,深情款款的小十四,失去了江山也失去了爱人,在十股的思念和不甘中最后被幽禁终生的十四王爷。 林更新当年可是凭借这部戏一炮而红,并且囊括了年度几乎所有的新人奖,另一众的演员都惊叹。 作为一个演员,他虽然有着很多的观众,优秀的作品也不少,但是他本人却是十分的低调的,很少会出现在大众的面前,也从来都不炒作。 最大的乐趣就是每天跟他的黑粉在微博上互殴,最后还能让黑粉录转粉,简直就是娱乐圈里面的一个奇葩。 毕竟谁让人家是九一少女的梦呢? 林更新古装扮相是非常有特点的,步步惊心中的帅气,楚桥传中的冷静,赵云的睿智。 当年楚桥传这部剧的热播让剧中的几位主演都得到了不小的关注,尤其是男主角宇文月的扮演者林更新,更是受到了很多的观众的喜爱。 凭借着宇文月这个角色,更多的观众了解到了林更新这个演员,也看到了他的演技原来是这样的优秀,优秀的演员是非常值得观众喜爱的。 林更新似乎没把自己当明星,没什么架子,在社交平台上总是很亲近的互动。 不过,这样充满段子手气质的林更新,言启息来却换了一副面孔。 最初的相遇,最后的别离,林更新饰演嫉妒卧底警察,为了任务伪装成公司老板和别人交锋的时候淡定稳重,执行任务的时候认真严肃。 细游扶摩片林更新他饰演的孙悟空,不仅外形极具颠覆感,邪气逼人,解傲不逊,更演出了一股猴子的野性来。 今年,林更新和谭松云合作的影视剧《请教我总监》,他饰演的霸道总裁陆继鸣深情,可爱,毒蛇,傻。 无关周正,俊朗帅气的他可谓是非常贴合这个人设,一身西装衬的灵狗气质十分出众。 唯一的小瑕疵就是这家伙最近没有控制身材,毕竟本死的人了,身材有点发福,小圆脸已经成为小胖脸。 近日,关玄林更新和赵丽颖二打雨凤行,而且由狗仔拍到雨凤行剧组在聚餐吃火锅,这让好多粉丝纷纷喊话,可以边拍边播。 也有粉丝感叹这是要弥补楚桥专的遗憾吗?这个剧的人选网友还是很满意的,唯一不满意的就是灵狗的身材管理,根据灵狗近日的综艺来看,是比之前瘦了不少的,也能看得出来是在努力漂亮了,但还是要加油,毕竟闲侠剧身版一定要瘦一点才能仙气飘飘的。